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10月17号星期二的大台中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议会消息 2017台湾五金站日前风光落幕 但有议员认为目前乌日会展中心只是临时展场 似乎与市府承诺内容不符 建构计划却不断拖延 经发局表示 市府正积极推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的新建计划 但因为高铁局目前尚未完成所在地的配地作业 所以市府采租地方式 并引进民间资源规划临时展馆 来度过这段过渡期 2017台湾五金站日前风光落幕 有议员认为目前乌日会展中心只是临时展场 似乎和市府承诺内容不符 建构计划不断拖延 仅仅用铁皮搭建的临时展场 公安和消防设施都没有查验完成 就要欺骗人民 当初你们在我们这个农处下的承诺 结果呢现在的四眼呢 真的是不刺 完全都在把我们乌日人骗 10月8号违反了两个 两条条例 八项违反根本都没有改善 10月8号然后你们先起改善是在11月 你们是规定在11月7号前改善 你们11号到14号就已经参展了 就结束了 今天不知道几号到11月17线起改善 现在才10月 10月8号应民众的要求 我们去检查 但是这些都是场上进场 以后小缺失 目前这些缺失都已经完成改善 有改善吗 有改善吗 你们没有开单吗 都已经目前都已经改善了 消防局说明会展中心在9月底 已经通过消防安全查验 清发局也表示 无日会展中心因为高铁局 目前尚未完成所在地的配地作业 但是经济发展不能等 是否采用租地方式 并引进民间资源规划临时展馆 满足过渡时期厂商需求 市长强调屋日会展中心有交通便利优势 未来将定位为中台湾产业展览中心 等配地作业完成后将加速办理 日后搭配水南打造双汇展中心 渴望大纳提升台中国际展览的能见度 接着杨宗环台中采访报导